阴里四月中旬 是原上原下 一年里顶好的十月 温润的气象 使人浑身都有酥软的感觉 洋花运碎的麦子散发的气息 酷似乳香味道 樱素七彩烂漫的花朵 却使人联想到菜花蛇的美丽 白孝文挟漆回园上 终于成行 两人各乘一匹马 有两个团钉牵着 白孝文穿长袍戴礼帽 一派儒雅的人者风范 太太一身质地不俗 颜色素暗的衣裤 欲显得温柔敦厚高雅 在离村庄还有半里地的地方 孝文和太太先后下的马来 然后徒步走进村庄 走过村巷 走到自驾门楼下 心里自然涌出 我回来了的感叹 弟弟孝文恰好迎到门口 抱拳相依 道 哥 你回来了 白孝文才逮着机会 把自己心里那句感叹 倾泻出来 我回来了 急着进入上房 明天 父亲没有主拐杖 弯着腰 仰着头 等待他的到来 白孝文叫了一声 爸 就跪扶到父亲膝下 太太随即跪下 叩头 白家轩扶起孝文 就坐到椅子上 白孝文又领着太太 给婆白照式叩拜 然后便引着太太 和两个弟弟 两个弟媳 相见相认 白照式把两个重孙 推到孝文跟前 这是你爸 孩子羞怯地往后缩 白孝文伸手 去抚摸孩子的头 是俩娃跑到白照式身后 藏起来了 白家轩对孝武说 把饭菜端上来 咱们今日吃个团圆饭 刚说完又记起一件事了 小文啊 你领上你屋里人 去拜一下你三拜 拜业祖宗的仪式 安排在午饭过后 因为长幼有序 白孝武不能主持这个仪式 只是做着具体事务 而由白家轩亲临祠堂主持 白鹿两性的成年男女 一听到罗声 便早早地拥进祠堂 看那个回头的浪子 重归的风采 不便出口的兴趣 更在她的新娘子身上 白孝文领着太太 在孝武的导引下 走进祠堂大门 便瞅见了那棵 又加粗了的槐树 脑子里顿然浮现出 由她主持惩罚小鹅 和由弟弟主持惩罚自个儿的情景 她心里一阵虚颤 有一股憎恶 然后一开眼睛 静止走过院子 跑上台阶 走进 敬奉着白鹿宗族十族 及劣带祖宗的祭桌前站定 那幅从乌梁上垂吊下来的棕谱 密密麻麻的填写着逝者的名字 下面空着的红线方格 等待着后来的人续填上去 白孝武点燃了两只 注满清油的红色木桶子蜡烛 便退到一旁 白家轩勾搂着腰 站在祭桌前 面对众人发出 宏大如钟鸣的声音 祖宗宽人厚德 不孝难白孝文回乡祭祖 其祖宗宽容 上香 白孝文从香头里抽出五根紫香 在蜡烛上点燃 双手插进香炉 然后退后一步和太太站成棋盘 移到长衣后跪拜下去 太太也作衣扣手三脏 白家轩又送上了下一项仪式 拜乡党 白孝文和妻子转过身 面对祠堂里外 拥塞的黑压压的男女乡亲 抱拳作衣 乡党们也作衣相还 祭祖之后的又一项重要活动 是上坟 仍然有孝武陪影 孝毅提着装满阴纸和阴壁的竹条笼 也陪着大哥去祖坟祭奠 兄弟三人 站在离他们最近的母亲坟前 白孝文叫了一声 妈就跌幅到坟头上 到这时 他才动了真情 他酣畅淋漓的哭了一场 就带着鼻窝里干涸的泪痕回到家里 才感觉到 自己与这个家庭之间坚硬的隔壁 开始拆除 母亲织布的机子 和父亲坐着的老椅子 奶奶拧麻绳的拨架 和那一落落粗瓷黄碗 老屋木梁上吊着的蜘蛛残网 以及这老宅古屋所散发的气息 都是他潜藏心底的那种 忧远的忧远的忧远的忧远 尤其是中午那顿扫子面的味道 那是任何高师名厨都做不出来的 只有架着迈接棉杆柴火的大铁锅 才能煮烹出这种味道 白孝文清醒地发现 这些复活的情愫 仅仅只能引发怀旧的兴致 却根本不想重新再去领受 恰如一只宏观如血 伪灵如枝的公鸡 发现了曾经捕育自己的那只弹壳 却再也无法重新蜷缩其中 体验那弹壳里头的全部美妙 她还是更喜欢跳上墙头 跃上柴火垛顶 引颈鸣唱 白孝文让太太把带回来的礼物 分送给大家 包括一大袋子各式名点 给父亲的是地道兰州水烟 给婆的是一件宁夏皮窑桶子 给两个弟弟和媳妇的是衣服料子 给陆三的是一把四川十方卷烟 自己却支身到白鹿苍去拜会田福贤 田福贤 与他刚到家不久 便差人送来了请帖 白孝文到白鹿苍 纯粹是礼节性拜访 走了走过程 就告辞了 田福贤已经着人在镇上饭馆 定做了饭菜 白孝文还是谢绝了 他必须天黑前回到县保安团 他怕田福贤心犯疑病 很爽快的说 田总 你随便啥时候到县城 你招呼一声 我就接你 我请你 白孝文还想拜业陆子林 因为是陆子林把他介绍到保安团的 陆子林不在家 他托弟弟孝武 把一把十方卷烟烧给陆子林 最后要处理的一件事 是房子 孝文对父亲说 忙吧 我想把门房盖起来 白家轩说 孝武把木料早备齐了 你想盖房 令置医院装机吧 兄弟三个 挤一个门楼 终究不成啊 白孝文豁达地说 这个门房 还是由我经手盖 门房是经他卖掉 被陆子林拆除的 再由他盖起来 就意味着他要洗血耻辱 张扬荣耀 他解释说 这房盖盖起来 有你安排住人吧 我不要了 我要是想在园上立脚 我另择机盖房 白家轩说 你的用意我明白 干脆也不分谁和谁 你跟你弟兄三人 搭手把门房盖起来 这院子就浑泉了 白孝文说 也行 辞谢了上至婆 下至弟媳们的真诚的挽留 白孝文和太太 于日头搭圆时分 启程 回县城 他坚持 拄着拐杖的父亲宋行 白家轩便在门楼前的 街巷里止步 白孝文依然坚持步行 走出村庄很远了 才和宋行的弟弟们 分手上马 他默默地走了一阵 又回过头去 跳见村庄东头崖坡上 竖着一柱高塔 耳边便有鹅子 扇动翅膀的声音 那个窑洞里的记忆 跟拆房卖地的记忆 一样已经沉寂 也有点攻击 面对蛋壳一样的感觉 他点燃一只白色烟卷 猛吸了一口 冷不丁对太太说 谁走不出这园 谁一辈子都没出息 太太温存地一笑 可你还是想回来 白孝文说 回来是另外一码事 白孝文不再说话 催马加快了心速 太太无法体会 她的心情 她没有尝过讨来的 剩饭剩菜的味道 不知道发馊 没坏的饭菜 是什么味道 更不知道 当时白孝文活的 是什么味道 在土豪里 被野狗当作死尸 几乎吃掉的那一刻 他几乎完全料定 自己已经走到了 人生尽头 再也鼓不起一丝力气 燃不起一缕热情 跨出那个土豪 土豪成为他生命里程的 最后一个驿站 路三一句嘲讽 调侃的话 你去吃舍饭吧 把他推向那口沸腾着 生命夜汁的大铁锅前 走过了土豪 到舍饭场那一段死亡之旅 随之而来的 不是一碗辉煌的西粥 而是生命的一个辉煌的开端 好好活着 活着就要记住 人生最痛苦最绝望的那一刻 是最难熬的一刻 但不是生命结束的最后一刻 熬过去 震过去 就会开始一个重要的转折 开始一个新的辉煌历程 心软一下 熬不过去 就死了 死了一切就都完了 白孝文现在 以这种深刻的人生体验 呼唤未来的生活 有一种对生活的无限热情和渴望 他又一次 对他的太太说 好好活着 活着就有希望 妻子 抿嘴笑笑 你回到老家 心情很好啊 白孝文依然觉得 太太不能理解 他的心情 白家轩从族人的热烈反响里得到的 不仅是一种荣耀 更是一种心理补偿 他听到人们议论说 龙肿终究是龙肿 就感到过去被孝文掏空的心 又被孝文自己给补偿充实了 人们对族长白家的得疑门风 再无非议的阴有了 他依然拄着拐杖勾勒着腰 走进家门走出街巷 走进牲口棚走向田野 查看棉田被根观望 麦子成碎的成晒 听笑意兔娃 呵斥声口的 嘎气的嫩嗓子的喉喊 或者和遇见笨拙 遇险痴呆的陆三 对着烟锅吸一袋喊烟 在村巷田头和族人们 聊几句庄稼的城塞 讨论播种或者收割的时日 并不显示 营长老子的傲慢或声势 决定棉花下肿的那天后赏 他丢了拐杖 跨气 盛着经过半徽的棉子的竹条笼 跟着兔娃屁股后头 往离沟里 抛点棉子 他不是怕笑无笑意 撒子不云 而是想在湿漉漉的田地里 走一走 他不是做示范 但是一直坚持干到把那块棉田种完 再跟着儿子们一起于傍晚时分收工回家 他端起儿媳妇伺候上来的小米黄粥 喝得起了响声 声音像扯断一副长布 白家轩心情很舒服的对儿子们说 人哪 是个贱虫 这人一天到晚坐着 浑身不自在 吃饭不香 睡觉不拾 总觉得黄黄兮兮的 而这人一干活呢 吃饭香了 睡觉也踏实了 觉得皇帝都不切了 儿子们不慎理解的笑着 那一晚白家轩睡得很踏实 直到校伍在院子里失魂丧破的吼叫 他才醒来 醒来就看见了窗户上乱闪乱射的电光 白家轩听到院子里惊慌压抑的哭声 那是儿媳和孙子们被吓的哭声 他断定又有土匪进屋 反倒缓缓穿戴旗背才去开门 外面的人等待不及 撞开门板将他撞翻带地 他们就在屋子里搜查起来 有人抓着白家轩的衣领把他拎了起来 贺问 人呢 你行谁呀 白家轩问 还装 还蒙啥呢 我真不知道你们行谁呀 你的共匪女子白灵 藏在哪儿 全家人都被驱赶 撕沉出来 集中到庭院里 有一个人拿着手枪 威逼着 通通蹲到地上 另外大约五六个人 把每一间屋子的每一间可以藏身的 板柜 瓷瓷瓮 面缸 都通通都翻了 柴后房也给先倒 各种农具 家事 碰撞 跌碎 翻倒的声音 连续不断 那些人最后全都空着手 来到庭院里 继续喝道 快把人叫出来 白孝武壮起胆子 说 他多年都不回这个家了 搜查的人仍然不肯轻易放过 我们已经得到消息了 他逃回乡下老家了 白家轩说 你的消息不准 他死也不会回家的 他早都不认我这个老子 我也不认他是我女了 那一杆子人 说了一通威胁恐吓的话 就窜出门去 白家轩吩咐家人 尽快收拾好 被捣乱了的家具 可是儿子和儿媳们 全都围惧到老祖宗 白照氏的屋里 白照氏放声长哭 完全丧失了理智 大声哭叫着 玲玲瓦耶 不想你呀 惹得严软的两个孙子媳妇 也都抽气 垂泪 白家轩对母亲丧失理智的哭叫 缺乏耐心 有点声音的说 你还想那个海兽做啥 白照氏愈发奇迹了 都是你 把我零零瓦逼到这地步 说着竟从炕城溜起来 往门外走 你不要你 我还要孙女 我要到城里行他去 白照氏不是威逼白家轩 而是他真实的心思 他老大年纪小小尖角 凭着一门焦虑的心劲往外扑 孝武孝义和两个孙子媳妇 竟然撕拉不动 白家轩换了妥协的口吻 祈求母亲 这黑天古冬的 你咋出门呢 让孝武明日一早到城里去寻 在众人的劝慰下 白照氏才重新被扶到炕上 骤然而起的家庭内部的混乱局面 暂且平息 待到天明日出时 却又进一步加剧了